你知道法尾划剪跟法尾打包差别在哪里吗 我们今天就透过实验跟理论的方法 告诉你差别在哪里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魏子渊 所谓的法尾划剪呢 透过剪刀的开合去创造出柔和的短道长 只是这个短道长它是有方向性的 那我们等一下在后面会讲到方向性的问题 我们今天要做三种不同的实验 首先第一个就是透过划剪刀去剪刀开合 创造出一个短道长 那这边我先声明 我是属于划剪就会拿划剪刀 瓶剪就会拿瓶口刀 然后打包就会拿打包刀的人 好像听起来是废话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在业界还是很多人 就会拿瓶口刀来打包 拿瓶口刀来划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同 有超能力的发型师来说的话 我都会建议你拿划剪刀去划剪 因为划剪刀就是设计出一个圆弧状的 这个圆弧状可以帮助我们在做开合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刮到头发 但是如果说你的开合动作是一个 像是这样刮的 抛的 你还是非常有可能会刮到头发的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所谓的划剪基本上就是 我们在透过剪刀大拇指尽可能不要伸进去 在剪刀盘的辅助的位置 也就是凹洞的位置 放在上面然后进行做开合的动作 我们称之为这个叫做划剪 我们今天会先在左边那一侧 通过发尾划剪的方法 那我们今天做这三个实现 第一个就是发尾划剪 中间的地方我们会透过平剪刀 去做所谓的点剪的位置 这个点剪也是针对发尾段 去做一个点剪的效果 这个点剪我们会从发尾 点到我们要切割的位置 跟刚刚的划剪就是相反 划剪是从我们要切割的位置 一路到发尾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是完全反方向的 那这个差别会在哪里 那我们到时候会跟同学们做说明 第三个就是 非常非常多同学都会有的疑问 就是如果我拿打薄刀打薄 发尾三分之一段 跟我用划剪刀 或者是我是点剪 差别在哪里 那我们等下都会透过实验 告诉大家差别在哪里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实验 好的在做实验之前 我们先分成三戳 然后呢每一戳我们都先剪成平的 那可以保证我们的长度都是一致的 那这三戳呢 左边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会先进行做划剪 中间这个位置呢 我们等下会用苹果刀去做切割 也就是 一二三 OK好 那最右边这个地方呢 到时候会用打薄刀去做修饰 OK 也是一样 一二三 然后都是用打薄刀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实验咯 好我们大约抓在一份 两份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进行做划剪的动作 那我们在划剪的时候大家要记得 我们一定是剪刀 与我们的头把是平行的 然后我们就从这边 剪到最后的尾段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看第一刀 OK这是第一刀 一 二 三 大家有注意到吗 我全部都只有开盒而已 四 这边很明显我会看到每一个切口都是短到长 短到长 短到长 那我们用 短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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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都是这样子 所以放下来的时候 把竖感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明显 好接着中间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一样梳下来 我们抓到头皮革位置 头皮革位置 那我们的切口呢 就是由 下 往上 剪上去 OK所以你会明显看到那个切割点是比较硬的 比较硬的感觉 比较硬的感觉 短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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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最后一个呢 我们透过打包刀 那我们的刀口呢 大概是尽可能向内给 OK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针对法尾三分之一处 不断的开合 那我现在因为用的 打包刀是比较 低量的打包刀 OK 所以 基本上 它只是会让我们的头发感觉到所谓的 通透感 好接着呢 我们就拿一张法医纸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最旁边的这个 我们一开始用的划剪 那你会发现 划剪的切割点是从这一侧 划下来 所以它就是一个短慢慢慢慢到长的一个原谷线 那中间这个法术也是一样 从这边 短慢慢慢慢到长 每一个的切割线都是非常非常柔和的 所以它可以很自然的 创造出 四个法术的效果 那仅此于法尾 因为我们是从法尾开始做切割的 所以它就放下来的时候 它会非常非常自然 一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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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希望法尾是像这样的 一束一束的效果的话 划剪是最好的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 接下来我们来看中间 我们透过点剪 直接从法尾切割上去 但因为点剪的位置 基本上它是剪下去的时候 法尾一定是最薄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 虽然这个切口是一次的 但你会发现到法尾是比较薄的 然后断点 通常都会比较明显 所以说通常来说点剪的话 我们不会把 这个切口变得这么深 我们大概只会有一点点而已 这也就是为什么 大部分我们大家看到点剪 都不会是大句子的点剪 因为 这会让我们这边的断点 都非常的明显 我们把刚刚的滑剪 一起拿来做比较 大家就会知道差别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滑剪的位置 都会比较柔和 那点剪的话 感觉就会比较生硬 好像是一个洞 一个洞一个洞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点剪跟滑剪 最大的不同 我们发现 滑剪 梳开来 它就非常的柔和的感觉 就会有 远方看起来都会有一束一束 可是点剪看起来好像一搓一搓 然后一个洞一个洞的感觉 就会比较不一样 接着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透过打包刀 然后切口的位置都是差不多 慢慢的一层一层往下走 然后各位会发现很明显就是 打包刀最主要是把量调掉 可是 不会有明显的法术的效果 如果真的要有也是透过后端 再去做处理 所以 这个是法术感最少 但是它可以把量调得非常的平均 其实基本上 就算我刚才已经下了这么多高 可能20下30下 但是你不会很明显看到它的断点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用的是 低趴的打包刀 这个很重要 再来就是我每一个都是 平行的刀剖在里面的方法做划 那个打包 所以呢基本上它的断点 表面上也看不出来 再来就是 你会发现到因为它是打包刀 所以它不会有明显的法术效果 跟我们刚刚看到这一些是完全不一样的 接着呢我们就把它吹干之后 抹了一点点油 但没有刻意的塑形 然后我们就轻轻的把它稍微搓一下 你就会很明显可以看到 一束一束一束 都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滑茧的方向性 会直接决定我们在 这个 法术的这个方向性 但如果说我们梳开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 一样有方向 但它就变得比较柔和的感觉 这个滑茧感还是会比较柔和 但是如果说搭配一些 法油啊 一些整理啊 它确实还是会有明显的一个法术的效果 OK那我们来看下一窗 好这边很明显看到 它这边感觉就是比较像断层的感觉 这就是我解释为什么 一般点酒不会点到这么深 你看到点到这么深的话 虽然它是有七个线的 可是因为它很硬 所以它会感觉很像是一搓一搓的 然后呢这边像断点一下 这边会像断点一样 所以这个的差别大家要注意一下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一点点就好 不要那么深 那今天这是因为我们要跟滑茧 去做个比较 我们才特意都在同一个 高度去做切割 可是你会发现滑茧的就是比较柔和 但其实最柔和的是我们旁边的这一个 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切割 它只是法尔变薄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 怎么 这边感觉密度比较够 然后这下面的通透感就比较多 打薄到其实就是增加你的通透感 所以这个就感觉没有那么通透感 这边的通透感就比较强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三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至于你要哪一个 由你自己决定 好的 我相信 看完之后 是不是就会差别很多呢 不要再搞混了 因为这三个是完全不同的 法尾滑茧 点茧 跟所谓的打薄刀 三个都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工具还是有差别的 就是 你是拿苹拱刀 划剪刀 或者是打薄刀 还是有差别的 不管你用任何一个厂牌 我都会建议你 用不同的工具去做使用 这就很像什么你知道吗 很像是 你是一个厨师 然后呢 你再用 所谓切生鱼片的刀去切牛肉 不是不行 只是 没那么专业 好不好 简单讲就是没那么专业 OK 那如果你大家对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个剪刀 也就是Green Mouse的剪刀 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是MAT系列的 非常非常的好看 但我还是要讲 就是 每一把剪刀 你在使用之前 我还是建议你要试用过后 再去做购买 因为每一个人的手感 喜欢的长度尺寸 或者是就算是滑剪刀 也会有不同的 就好像我们在前几期有讲到 ROCA的 跟这个MAT系列的滑剪刀 也是不同的 所以我都还是要建议你就是 可以找厂商 去做试用之后 再去做决定 那大家如果对于这些剪刀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使用我们下方的连结 你就可以去他的官网去看一下 但如果你喜欢这些剪刀的话 你也可以用我的折扣码 SASCARLAB 都会有九折的优惠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集节目的话 也麻烦你给我一个 赞 好不好 那如果你喜欢也方便 可以的话分享给需要的人 好不好 因为这些都是干货 这里是科学检法先世 我是魏梓渊 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